母亲节来临 不少民众选择送给妈妈护肤护发的课程 让妈妈整个夏天都很美丽 就有美容业者推出利用竹子能量雕塑脸部线条 而美妇业者也推出头皮护理 让妈咪的头皮轻松舒服 各种香炒植物散发不同的芬香气味 让人放松 看准植物能量 有业者利用竹子的特性雕塑脸部线条 竹子它主要里面富含了丰富的微量元素 以及酵素的部分 那其实人体和竹子是一样是有生命的 利用相同的频率的原则 把竹子当成是人体的竹子 来开启人体主色的位置 然后来疏通人体的一些气节的部分 改善副交感神经以及质率神经 那对于一些失眠的人 它有很好的放松效果 经过研究 让人看见植物的能量 利用新玉竹保养皮肤 吸引不少妈咪体验 业者结合母亲节推出优惠方案 又让妈咪体验植物保养护肤的全新感受 另外针对头皮 有美法业者在母亲节 推出头皮护理优惠方案 有鉴于基隆地区潮湿 基隆人头皮牙包菌较多 保养头皮就很重要 针对夏季的部分 容易就是出油 然后闷 潮湿 然后头皮的痘痘的问题 还有头皮穴的问题 有推出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死发的一个手法 那像现在我在操作的这个呢 就是头皮的舒缓 它利用比较特殊的梳脂呢 然后帮助整个头皮的血液循环 做完之后呢 会在头皮上涂上所谓的法泥 这个法泥呢 它的功能呢 非常棒 就是它有消炎镇定 还有舒缓的功能 整个头皮涂完了之后呢 还会做按摩的动作 做完头皮护理 会觉得头皮很放松 很轻松 然后整个头发会很蓬松 很舒服 定期就会来保养一次 搭配母亲节活动 推出一系列优惠 要让妈咪亮眼一整个夏天 这次的母亲节优惠方式就是 减烫七折 然后染护八折 然后还有所有的 洗养护的商品 全部都是八折 推出头皮护理系列课程 让不少妈咪体验后直呼舒服 在关闻五月 业者推出新方案体验 不只让妈咪舒服 也让整个人更亮眼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